为了纪念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继台湾光复70周年 南加桥团举办的抗战爱国歌曲歌唱大赛 已经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 6月20号的决赛将在洛杉矶 包括洛桥中西登场 主任方邀请民众前来共享选举 美国新南地区全桥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继台湾光复70周年 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其中包括了举办抗战爱国歌曲歌唱比赛决赛 活动筹委会表示 在经过激烈的出赛后 有24名选手进入决赛 大家将在决赛当天竞技歌译 而为了增加时代感 现场还会播放当年航空警报的实际录音 让民众有身丽其境的感觉 这一次也是今年度所有抗战纪念的活动当中 唯一一场以音乐竞技的方式来纪念抗战胜利 继台湾光复的一个活动 那非常有意义 我想很多人来出赛的时候 甚至很多人都还流下眼泪 很多可能一些长辈 他们当年经历过抗战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们当场 我们出赛的时候 我们也放了当年的防空警报 还有枪林弹雨的实际的声音 我想我们在决赛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把这些胜利其境的声音 再让全场的来 不管是参赛者还是来参观的民众 你亲身感受一下 当年这种枪林弹雨淘警报的这种残酷的这个日子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要居安思维 然后把这个历史的教训要放在心里面 然后好好的展望未来 大家一起来为国家的未来努力 那这一次就希望我们大家用歌声 用慷慨激昂的这些歌声 在当天把我们对国家的热爱 还有对我们这一次所有这些英勇的先贤先烈 我们的国军一起向他们来致敬 决赛时间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上午9点 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举行活动免费入场 准备在位表示希望借由爱国歌曲的歌唱比赛 加深南家侨民缅怀居民亢敌的团结精神 中文毕市采访报道